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 街上传来两三声药喝 人前摇闪醒目拍桌 各位看官你喜听分说 回到餐厅准备吃饭啦 这个呢是这里特色的银鱼 只有在这马湖才有哦 很好吃 美味 在马湖这里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美食 而且是只有这里才有的 大家来这里一定要尝尝看咯 这是油渣包心菜 哎呀好香啊 分量不啰嗦 绝对饱 这个呢是马湖特殊的银鱼烘蛋 烘蛋饼 感觉也是特别的棒啊 这对我现在减肥人来说极为友好 好吃吗 青椒肉丝 哇 这三道菜就可以让我吃得饱饱的了 太美味了 吃完饭当然就是要散步啦 我们沿着湖边来散步 很舒服哦 很舒服哦 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再加上这边的一个整改 还有就是说之前发生的一些 有人下湖游泳腻水的事情 所以导致呢 今年那个下湖游泳的人 基本上是不允许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就影响到这边店家的生意 所以我今年来 感觉这边的人要相对要少很多 要不然晚五年啊 这个时候来啊 基本上饭店啊 酒店是订不到的 然后到处都是人啊 以前呢这里啊 晚上全是烧烤摊 然后那时候这边就很热闹 晚上就是大家在这边 勾火烧烤什么的 那现在这边准吃了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啦 前面有表演 不知道能不能免费蹭看一下 过去看看吧 还蛮有趣的 看少数民族 这边应该是遗族的一个表演 趁看一下 中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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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呢我不知道这个表演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或者是只有假日有 还是需要特别的预定 但是呢能赶上这个表演 然后在这里蹭看 来到这些有少数民族的地方 能够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 看看他们的歌舞与他们同乐 这是很快乐的 也可以让夜晚变得更有趣 更多彩 好开心看到美丽的遗族姑娘跳舞 其实呢我蛮喜欢看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表演啊 跳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哇真的是宁静又舒适 白天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一个景点 到了晚上啊 这里变得更安静了 更舒服了 然后来这里散步 既可以减肥 帮助消化 又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清凉 这里的宁静 真的很棒哦 看得出对岸也是非常热闹的 无论对岸那边也是非常高档的一些酒店吧 我觉得比这一边的酒店要高档一点 然后你看晚上也是相当的热闹 哎呀 晚上这里真的好舒服啊 来这里散步 就应该把手机给扔掉 妈咪 还喜欢我的节目吗 喜欢记得关注我 来马虎晚上记得不要太早睡哦 要过来散步 好了 四川好好耍 米兔老邓V生活 拜拜 拜拜